透白打底,照灯 取海蓝色,柑橘黄色,豆沙紫色 在假面进行不规则晕染 一定要记得每换一个颜色都要擦一下笔 这样假面才会干净哦 如果感觉晕染不自然的话 可以用源头光料笔取底胶润一下笔 然后辅助晕染 这样的话会更容易晕开哦 晕染完成照灯 用线条笔取白色彩绘胶 直接在假面进行一个山丘纹的轮廓勾勒 线条笔画完之后再用斜头笔 去拍开的时候整体的效果会比较自然 这个方法的话是比较好操作 比较好控制轮廓的 那么如果熟练之后呢 是可以直接用斜头笔取白色彩绘胶 在假面直接进行一个山丘纹的勾勒的 然后再用线条笔取白色彩绘胶 进行一次线条的一个勾勒 再平涂一次人鱼色 人鱼色的话自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用线条笔取光料胶或者很稠的封层 在假面进行人鱼简的操作 取胶量是很重要的 那么后面呢还是要稍微细一点的 走向的话大家可以多去参考 有很多种画法 要一条一条画一条一条照灯哦 不然的话是很容易晕开的 最后取粘钻胶 然后再点缀一些饰品 就完成啦 如果是用光料胶操作的话 最后记得封层哦